巨大的一个东西 就我经常也有这种困扰 穿裤子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么大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五步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最终一天四百四十一集的节目 我今天的话呢 接着把前几天 在场市上遇到的这位 林兄所借给我的几款玩具 继续的呢 把它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么这是一款已经超过二十年的玩具了 是上个世纪啊 对听起来好像很远 它距今是大概二十一二年前 一九九九年的时候 官方所推出的 Beast of War 金属变体魔龙勇士 虽然叫魔龙勇士 但其实它并非是世界初的那个魔龙啊 它只是拥有它的DNA而已 那么这款金属变体的玩具呢 至今把玩起来呢 依然完全不会逊色于此时此刻的玩具设计 它是一个Deluxe等级 对它的玩具的尺寸呢 是低级 如果你只看身高的话 其实确实是差不多 但是它身上丰富的配件 联动的机关 电镀的配件 至今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它的电镀部件 今天的话呢 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还是非常的闪亮啊 当然有些人可能不喜欢 那胸口的话呢 这个打开之后呢 有一个拍戏的标志啊 非常漂亮的一个昆虫的一个头型 在里头 然后它身上 另外一个联动机关 在它的尾巴 但是呢 这个 它其实呢 是里头 各位看到里头 其实有左右两侧各有两条线 它是两条线这样去拉扯呢 造成这个尾巴会去转动 我们从这个地方 去转动它的话 它尾巴是会动的 但是呢 这个 嗯 就是 好像有些人 歪左边或歪右边一样啊 它肯定是有一边经常用 所以另外一边发育比较好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两边好像不是很端正的感觉 当然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修复啊 anyway 可能就是你看了嘛 这可能这一边外侧可能比较松啊 所以它就跑到就这边比较紧 所以就把它拉过来了啊 那这个尾巴的话呢 你平常放在后面当然是没有问题 那其他也可以拿下来 把它给取下来 那中间的这个洞的话 应该是可以放在这里吧 那另外一侧的这个爪子 是没有那个图的 只有这一侧才有 可以把它扣上去 但是这个扣上去之后的话呢 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啊 每次我 对不对 第一 太大了啊 会跑到画面外面去啊 第二个就是 反正就很很很 很巨大的一个东西 就我经常也有这种困扰 穿裤子的时候 都不知道这么大的肚子 要藏哪里去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是吧 那就不太适合摆在前面 也是可以啊 反正就是很很很巨大的一条尾巴 那我们单纯看一下 这款玩具在把玩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蛮危险的啊 当然包括玩具的主人 也这样提醒过我 你看到这里有个非常帅气的 像镰刀造型 但是实际上呢 我就不会建议说 你拥有这款玩具的人去去推这个 其实我讲这个有一点废话 有这款玩具的人呢 肯定收藏的资历比我还要多啊 这是很很矛盾一件事情啊 推这里的时候呢 这块部件跟这个管子是连接在一起 对应侧一样 包括脚踝的后方都是一样的 你去推这个地方 它一样会跟着动 这个年代久远的话呢 这个塑胶如果你没有保存的很好 可能有可能会导致它断裂 因此我个人推荐你就没事就不要去推这个部件了 我觉得尽量减少它的受力了 减少它的一个受力 然后身上的细节 它有些地方机械的感觉 也有像鳞片的结构 当然也有像这个动物皮肤的这种 毛细孔之类的东西啊 还有一些就是机械化的小细节 还是很有诚意的玩具 那你说空洞的话 这个你要勉强算这是空洞嘛 反正我是觉得质感来讲是非常好的 那身上球形关节比较多 然后没有脚踝的一个结底 这是可能可动度上比较稍微弱一点的地方 但是毕竟是一个20多年前的玩具 我们去磕责这个部分是有点奇怪了 然后头部左右转动 腰身卡死不能动 其他的话呢大概手腕无法转 但是你想象其他地方能动了 它差不多也都具备了可以动的一个关节了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那它的变形其实主要就是把人形的手呢 往下把它打到下面来 变成龙的后腿而已啊 那我们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打开 有一个结构把它给松开 另外一侧也是有结构把它给松开 然后这个部件整个给打开 这个部件呢先把它给翻开来啊 然后的话呢 我的习惯吧 我的习惯是先把这个部件打开 然后这个黄色部件把它给退出来 退出来是方便的一下我们做一个翻转了啊 我们先把这个龙头的话呢 从内部转出来 把头收进去 然后这个龙头的话呢 它其实是这样子可以拉出来的啊 整个给拉出来 它是上下 它是这样子 整个这样子把它给拉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凸跟凹这里做一个结合 把它给扣回去 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把它往后面退 你看到吗这里这个有一个凸啊 它一样扣这里有个凹 我们可以先把它给扣上啊 待会再扣也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最主要是做什么动作呢 就是把这一个人形的手本来在这里 透过这个连接部件把它转到后面来 但是在那之前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先做一个动作 把这个手臂转过来 把它给转到一个方向 转进这个紫色的这个电路部件的这个缺扣里头去啊 然后的话呢 这一块部件 推过来 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先不要扣好了 到这里 然后呢把这个黄色的这块部件 记得把它给折进去 要记得把它给折进去 这样子把它给扣进来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一个啊 黄色部件的凸 对这个部件内部是有一个凹的 把它给扣上 哎这一侧的变形就算OK了 那我们这边的变形也是一样啊 先把这一个缺口 跟这个龙形的角呢先对到一起 再把它整个的往后面压下来 那这个带抵住的话就把它闪开就可以了 推过来 推到后面 这样进来 好 那我刚刚这块部件没有把它打开 我强行把它给推过来了啊 其实你要这样变好像也是可以了 好把这个后腿就固定住了 我们再把这个部件呢给扣下来 后腿变形完成 那这个角的话呢 你就是去调整一下 它的一个关节 我们刚刚转一下 因为这个是球形关节 你平常人形的时候呢 你怎么转 没有人知道 我们把它转到一个龙形态有的一个形象 到这边往后面退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前半部是空的 就是要把人形的下半身啊 全部缩在这里 利用这个地方 这个转轴 把它给往前面 整个的往前面推过来 然后呢 这个膝盖就是往上面 人形的膝盖就往上面推而已 没有什么 它没有没有办法扣住 就到这而已 然后呢 把这个龙的爪子呢 你就调出一个 你觉得 它应该是什么形状 就是什么形状吧 应该是往前放 还是往后放 迅猛龙是怎么回事 好 到这边 那原则上的话呢 它的变形到这里 就算是 OK 那还有一个东西 对不对 就是它的一个尾巴 这个 记得把它给扣上去 那扣的时候呢 是这里 是有两个 两个凸嘛 应该是朝上 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这个尾巴 是可以往上面抬一点点的 好的 那么这个 有了尾巴之后的话呢 它的整个一个平衡感会更好 那这就是金属变体 魔龙勇士的 迅猛龙形态 好看到爆炸 对不对 它的 整个玩具的总长度呢 会超过 可能有25公分吧 我估计吧 这是一个官方 第一 拉克斯登机 它足足是两倍 如果你加上尾巴的话 那它这个时候的一个 联动就是这里了 那我还是那么一句话 因为它这个尾巴的话呢 它是 对不对 因为就是很生动 很生动 但是它有点歪 那我看了网路上一些 老外的开箱影片 每个人 老外的 每个人歪的角度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 嘴巴里头 其实我不知道 动画里头 它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 你不觉得这很像异形 嘴巴里面还有另外一个 小的头 小的嘴 就这样 很有趣 然后它的眼睛 是靠涂装的 然后有一个像瞳孔一样的刻画 然后原本人形在胸口的派系 这个时候就在 兽型的脑袋上 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非常有梗 然后一些管路 部分有上涂装 那有些地方就是只有这个刻画 然后看到皮肤 金属变体的话 一定是有兽型 跟机械的形态 是完美融合的 那这款玩具很贵 现在也非常难找 也是非常非常受到 欢迎的一个人物 总体来说的话呢 现在各位看一看节目也就好了 我是不 我是不太 不太指望说呢 各位还能够在网络上保存到说 买到说保存很良好的 因为它 确实像这个软管的部分 都是比较容易坏掉的 年代物 而且人气度非常的高 还原度也极为极为的成功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记得跟我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